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发射高超导弹攻击了以色列 他们的导弹为什么这么的强 以色列拦不住吗 大家好,我是石涛 也门胡塞武装于9月15日发射了一门高超声速导弹 他们宣称是击中了以色列中部地带的目标 那么以色列是出面否认了这个消息 认为胡塞组织的导弹只是在以色列的中部上空解体爆炸 并没有击中目标 那么对此胡塞是非常强硬的发布了他们当时发射导弹的视频 确实从视频上看得出来 这一枚导弹真的是一枚似乎具有滑翔体外形的导弹 那么这一枚导弹根据胡塞的说法 是射程达到了2150公里 那么在9月15号当天呢 他仅仅用时11分钟就飞出去了2040公里之远 这个速度是相当之快的啊 那么胡塞介绍呢 这个导弹最终的他的这个平均的速度能达到16马赫 确实是妥妥的是这么一枚的这个高超声速导弹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高超声速导弹啊 连这个堂堂美国啊 他都没有认真正正的研制成功 那么为什么作为一个这个啊 似乎感觉到叫大家叫他脱鞋军的这么一个胡塞武装 他能够搞出这么样的一枚导弹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也门胡塞武装并不是我们啊 传统意义上概念里的那个叛乱的那个简单的游击队组织 胡塞武装他的前身实际上是也门的正规军啊 并且呢 胡塞武装现在在也门也控制了也门的大多数的这个关键的城市 本身就具有比较强的啊 整个的实力 另外就是呢 胡塞武装一直以来背后得到了伊朗全方位的啊 包括了资金啊 培训人员甚至是武器的支持 那么在这里面呢 那么胡塞武装的很多的导弹都能找到这个伊朗的原型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高超声速武器呢 恐怕也不例外 那么从这点上来看呢 也门胡塞武装能够在这一次红海的席船战中屡屡得手啊 其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那么让大家感觉很奇怪的是 胡塞武装的这些高超声速武器啊 即便是我们说它飞得很快啊 但是它的能力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强 就比如说以色列就说啊 这一次发射了这枚导弹呢 它在以色列中部上空应该是在滑翔过程中是爆炸了 那么这呢确实符合我们的刻板印象啊 那就是虽然它是高超声速武器 但是它可能稳定性稍微差一点啊 那么类似于美国之前在做高超武器实验的时候呢 由于它的防热处理不到位 因此呢导弹凌空发生了爆炸 那么胡塞武装这一次发射这颗导弹搞不好啊 也是出现了这个热屏障系统啊 它整个出现了故障 因此弹头呢最终在这个快要到达目标的时候发生了爆炸 但是呢即便如此 为什么以色列啊 号称是一个反导强国啊 反导弹的强国 并且呢又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 那为什么以色列它无法拦截高超声速的导弹呢 那我们都知道啊 现在的这些高超声速武器啊 包括了双锥体悬程式的弹头和包括了程波式滑翔体弹头 它们的特点都是呢 在导弹发射之后并不是进行弹道式飞行 而是呢压低它的弹道在大气层中啊 加速 然后呢开始啊 叫做起滑啊 就开始滑行 那么在这个滑行的过程中 导弹就不再受我们说啊 简单的重力的影响 就不是一个弹道式的飞行啊 那么以色列它的反导系统原本呢 对付的实际上是以伊朗为首的这些国家 它生产装备的这些弹道导弹 弹道导弹的特点是呢 在动力段之后呢 接下去就是一个简单的抛物线 因此只要雷达足够精准 在这个动力段呢 进行精确测量之后 就可以精确的预测后面的整个的轨迹 然而高超声速武器那是不一样的 它的这个滑翔的轨迹啊 这其实是有一个 我们说有点像飞机在飞行的那个感觉啊 因此呢 这个飞行的轨迹 并不是可以经过简单的弹道式计算得出的 因此以色列实际上呢 即便发现了这些导弹 那么在解算它弹道的过程中 也会有很大的难度 需要很多雷达进行定点的跟踪 并且呢 很难提前去计算导弹的拦截点 那么特别是我们考虑到 以色列包括了剑一剑二等等这些的反导系统 还有大家更熟悉的什么铁穹啊 大卫投石所啊 这些反导导弹啊 所谓的反导导弹 其实它们的能力上限都是比较低的 特别是大家熟悉的铁穹啊 名义上叫导弹 实际上呢 可以说它就是一枚有控制的火箭弹而已啊 那么这样的导弹 它拦截这个包括了卡桑等等这类的土制火箭 还是可以的 但是遇到胡塞的华翔导弹啊 高超声速华翔导弹中硬查 那是绝对接不住招的 那么这一次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 实际上是对以色列的一次恐吓 或我们叫做警告啊 意思就是呢 我现在手里有你防不住的武器啊 如果你再惹我 我会加大袭击的力度 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呢 恐怕在这个阿克萨洪水行动发动 整一周年的啊 现在这个当口的时候呢 才真正进入到了这一次作战啊 最难的阶段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屏幕去我交流 感谢你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